以下这三款合资SUV不仅省油耐用 保值率还比较高 并且价格也是比较亲民 尤其是最后一款 在之前定价高达R5万多 现在只需要12万多就能够入手了 并且还搭载了耐造的AT变速箱 能够全打CRV 脚踢荣放RV4 空间大 配置高 动力强 入手也是比较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 丰田 丰兰达 这款这最出名的还要数它的三大件和亲民的价格 并且在外观方面也要比RV4更加的年轻时尚 能很大一部分满足90后的审美标准 现在官方指导价12万5千8到16万9千8 让利能够达12万2 裸车只需要11万3千8 这难道不必买国产车划算吗 而且在动力方面搭载了2.0升CVT模拟适当面子箱 满足上岸班待步它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再结合171匹的马力和205的扭矩 以及百公里5.8升的油耗 我们买日系车不就是冲着这一点来的吗 虽然不能够给到你速度与激情 但是平顺性好 而且月销量始终是在七八千台左右 这款车充分展现了什么叫做皮势耐用 空间方面轴距达到2米640 车长4米485 再结合车内6气囊 上坡辅助 多功能方案盘 空间宽敞 配置丰富 很适合手里预算不足的上班族去入手 对于这样一款表现比较均衡的风兰达 你怎么看呢 你认为RV4和这款车谁更值得入手呢 第二款丰田威兰达 官方指导价17万3千8到24万8千8 综合让力能够达2万7 最低起手价仅为14万5千8 而丰田旗下全部搭载的都是2.0升方案机 车管车也不例外 马力能够达171 鸟距能够达209 再匹配CVT变子箱 百公里号也是能够低至5.7 不仅动力表现出色 价格也是比较亲民 高速上面行驶更是四平八稳 超长也是达到4米665 轴距2米690 车内既宽敞又舒适 相比CRV更是不落下风 个人觉得这款车要比荣范和CRV更值得入手 只不过这款车除了三大件耐用 保值率高 其他在乎什么优点 在隔音和配置方面就更不用多说了 入门吉田银虽然搭载6个气囊 但是像安全辅助方面的配置一个都没有 其实我更推荐19万08的版本 一会一会的价格是16万4千8 不仅安全配置丰富 还有前后注册雷达 全速自行巡航 驾驶辅助 L2级别自动驾驶 基本上是一步到位 价格也是比较亲民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三款现代图胜 刚上市的时候 这款车也是能够碾压CRV的车型 而且是全面碾压 但是随着后来 韩系车在国内的频面样力逐渐下降 也让这款车开始走起了 打鼓车换销量的方式 官方指导价161800到22万5800 让利能够达35000 裸车是在12万6800 在之前这款车可是定价高达25万多 现在半价出手 就这样的打折方式着实是比较狠 只不过在之前搭载的是1.6T翻了机 现在换成1.5T 不过却搭载了8IT变速箱 8200的马力和253的扭矩 这一点真的是太良心了 而且8IT变速箱 相比本家的CVT变速箱 平顺性要好 油耗还要低 再结合4米670的车长 2米755的轴距 车内三个气囊 三种驾驶模式切换 再加一些基础的辅助配置 也是都有搭载 可以说12万多入手 这样一款性价王 非常的划算 动力也不错 再加上也是有着乐器的表现 你会心动吗 以上三款盒子SUV 不仅省油耐用 价格也是比较亲民 你更看到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